聽得我痛哭流涕,我可以報名嗎? 我要念的是壽司 好,那下一個 欸,這支吧 那些看來,喂 喂喂 好,夠囉 蛤 沒有畫面 啊 加油喔 我剛才畫夠 四分四十五秒 你可能一分鐘就按掉了 再來 加油 加油 你還有四分半 為什麼會一直跳啊 其實Lightning Talk是那個 大家跟投影機還有人品的那個 好刺激喔 我有看到投影片 我看到牛肉湯 快點啦 來來來來來 窮則變變則通 快快快 電腦面像那個 沒有啦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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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這邊 這邊這邊這邊 我到底要把哪裡 好 好 好 還有三分二十五秒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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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謂就是不能夠大意 就是絕對有畫面之某煞的 台南讀書會 我要正台南牛肉湯之下一個是宇昌 那 就是昨天大家辛苦了 然後請為自己鼓掌這樣 但是我沒有辦法讓你們鼓掌 我要 我要繼續講 然後我有去啊 那又一下 然後我只待了三十分鐘 頭映就回家真是落爆了 然後呢 我寫作YGTW 然後我叫小君 然後你可以叫我小君 然後我下面畫面被切到 但是我很喜歡台南 然後 我要推廣這個社群是台南的MOSAD社群 那這個社群不是MOSBAGA 然後是JSERV開的 然後兩週一次會開放原始碼的一些討論 接著呢 我們有一些議程這個是看不到的 然後還有HPS 然後 HPS呢 是一個有點名 然後有 以讀書分組啊 然後還有演講的一個很好的一個group 大家也可以去找HPS台南讀書會 那接下來我要講主題了 就是那個牛肉湯 然後 牛肉湯彈目注意就是 如果你有吃素或是不吃牛肉 你可以直接閉上眼睛沒關係 那 我要征服台南牛湯 是我最近在執行的一個project 然後 我們希望 謝謝謝謝 要有人工舉牌 呃 我們希望能夠評比牛肉湯 然後目前是快要到100家了 然後感謝一些媒體的關注 那中天就不用看了這樣子 然後呢 100家 100家的時候希望大家慢慢幫我們推廣一下這樣 那我們有一些定家資訊呢 那因為這是討論Data嘛 所以就 那你要等SERV Open Data嗎 那 呃 宇昌講JSERV講 因為我沒有聽到JSERV講 那工程就是要解決問題嗎 那我們如何解決問題呢 就打JSERV就好 他說誒 自幹 好 自幹 自幹那就一家一家問吧 然後於是我就體會到一件事情 就是 靠網友要等待 靠自己好自在 靠政府最無奈 然後 什麼是牛肉湯呢 那牛肉湯 牛湯不是牛肉麵 牛肉湯也不是牛肉湯麵 那牛湯到底是什麼 牛湯更不是牛肉廠 所以 要定一下牛肉湯是什麼啊 牛湯就是台灣牛 然後用現宅 然後還有清燙的方式去熬煮的一個特殊的台南專有的料理 然後呢 台南你會看到一大堆牛湯店就寫牛肉湯上個字 然後呢 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湯頭還有肉燥飯啊 然後肉燥飯我會跟台北人講一下 就是肉燥飯還有分 還有甜的跟鹹的的差別 所以如果你來台南的話一定要吃甜的肉燥飯 然後我店有點失控 然後 牛肉肉燥飯更是 更是稀有中的稀有啊 如果你有機會吃牛肉燥飯的話一定要好好享受一下這樣 那我們會配那個薑絲跟醬油糕 一分鐘 一分鐘好我來得及的 然後我們 在台南三餐都吃得到牛湯 除了週一跟週二 我現在 我一定要把畫面挺久一點 因為有很多人週一週二跑去喝牛肉湯 拜託不要這個時候來 然後 推薦幾家牛肉湯 就是這一家啊 這一家啊 還有這一家啊 然後 喝完牛湯 你就會像兔子一樣飄飄然很爽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部落格 我們有地圖 然後我們還有比較表 比較表目前有 肉質湯頭 肉燥飯白飯 服務態度 醬油糕全部都有比 然後呢 我們還有宵夜文專頁 然後 上面的都可以不用管 你用Android手機幫我們抓一下APP 上面的東西都有了 然後呢我們的那個APP裡面的東西 就是根據你的GPS位置 跟你的好吃的程度來做評比的 然後開發工具就是最近很夯的 餵本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遇到很多的困難 那到台南如果你沒吃牛湯 你絕對會後悔的 然後一起來台南開園 讀書喝牛湯吧 謝謝大家 好厲害 竟然 竟然只剩下一秒鐘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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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